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 我们来到了距离蓝沧江的源头最近的这个县城 叫做杂多县 在这儿呢 我们先住下整装待发 准备挑战本次行程的第二关 蓝沧江源头 关于这个蓝沧江的证源呢 它在科学考察上还是比较特别的 那像是长江 黄河 虽然他们的这个证源呢 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争议 但总归呢 都有那么一个被学术机构讨论之后 认定下来的这么一个证源 而这个蓝沧江的源头呢 虽然也有了很多次的科考 但是至今呢 都没有一个确定下来的证源的说法 在园区这如汁的水网中呢 扎厄曲和这个扎纳曲是两条比较大的支流 而他们汇合而成的这个扎曲呢 也就是蓝沧江的一个干流了 证源的争议呢 主要是在于扎厄曲的两个源头 吉富山和火宗木茶山之间 而我们这次的目击地呢 就是距离入海口最远的这个吉富山的这个源头 我们已经离开杂多显城了 让我现在就是说 你说不是高兴也说不出 不高兴就是 就是路呢 我们现在修得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现在形成在一条景色非常优美 然后呢 路况呢 这个柏游呢 铺的特别平整的这么一条观光大道上 一边是扎曲河 然后一边呢就是这明星山 真的是 就是那种让你说出来的感觉 反正就是 我们先继续先往前开吧 先沿着这个扎曲河先往前开吧 然后看看这条路能不能 是不是一直修到了蓝沧江源头 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不管怎么说吧 那这条路至少景色也没有 就没了 真的得感慨一下啊 就是我们国家修路的速度 可太快了 至少是要比卫星图片的更新速度快了不少 因为在软件上呢 我是完全看不到 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百游马路的 而原来的这个老路呢 现在已经被封死了 虽然啊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方便 但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新路 跟我们出发之前既定的这个路线之间 它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到底能走到哪呢 我觉得咱们去一个车 到帐篷那问问路名吧 我觉得可能语言不通 然后郑哥咱们进镇子里问问 镇子里有看应该 应该可能有更有可能懂汉语的 现在我们去问路 去找老乡问路 我们来汤江源头怎么走 也不知道 我的这个语言天赋 不得不得不得在这一回 再再立新路 哈哈哈哈 您好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 去蓝昌江源我应该怎么走啊 蓝昌江源 不知道 哦 就那个源头那块您不知道 听不懂 哦 蓝昌江源 我想去蓝昌江 扎曲 扎曲 啊 怎么走 我听不懂 不理了 哦 哦 哦 好的 蓝昌江源头 就是那个 呃 那个江的源头 哦 有个糊 就这样子 哦 有个糊 好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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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菜 没事 没事 那里 一直走 嗯 也不用上山吗 嗯 上山 走右边 下面 走下面这样过 嗯 下面要去了 谢谢谢谢 再见 再见 真好 哈哈哈哈 太完美了 从地图上就是这个这叫扎曲是吧 对这是扎曲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开始分散成好多小之流了 没错 在往上走的话它就没有这么这么水是这么庞大 这么庞大 会分成很多的小系流 从每个山谷里面都会有出来 那样的话我们是我们那个在那种情况下是根本分不清楚哪是原藤的哪 我知道 所以就按咱们商量的那样就是咱们只去找国家地理标注的那个点 对吧 因为呃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标注这种所谓的水源的点 它是根据什么流量 根据距离 就是从入海到入海口的那个距离 反正等等很多综合因素 然后确定这么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去找这个国家地理确定的这个点 我们也认为那个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蓝藤江的源头 我们包括黄河源头啊 包括蓝藤江源头 包括未来我们可能会去到的这个黄河的源头 我们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确定的 老乡说了 在上面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湖 对 湖的边上会有一个杯 但我在湖地图上没有找到湖 对 因为那个湖非常小 它等于相当于我理解啊 就是它等于是在那有一个小的一个燕赛湖 哦明白了明白了 也是积水 对那咱们赶紧走赶紧出发吧 骑大道赶板鸡赶紧走 过了这个小桥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既定路线上了 前面的路面上就已经没有柏油了 看起来前面一直就都是土路了 不过在这段路上呢 我们看到了路面施工的车辆还有人员 那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蓝沧江的这个园区很有可能在将来就被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 至少能够减少几十公里的这种纯粹的越野路段 对于车辆的磨损还有汽油的消耗来说呢 算是件好事吧 我们现在已经是离了公路前往蓝沧江源头 大概呢距离是七十多公里 那麽这七十多公里呢全是现在这样的小百游 全现在是小百游 这个像那种传说中的什么雨季啊 河流啊草地啊 还有什么蘑菇路啊 好像全都不存在 好像全都不存在 不过我现在心里也 有刚才早上起来的那种焦虑 那种不安 那种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功课 而那种自责的那种那种心情 现在随着随着现在周围的景色 随着现在我们回到了正路上面 一下全都怎么说 现在很开心 南沧江源区的这些山呢都算不上险峻 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峰开阔的秋陵地带 都给人一种很舒缓的感觉 在翻山的时候呢也都是走的那种很大 但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缓的坡 我们现在是一档啊 它就不升转 就一千五百转慢慢自己盖上 怎么踩油门没用 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符合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 这次来这边正好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是想象中的雨季水那么大 那么那么难走 否则的话就这大侧坡上面 都是水都是泥 稀里哗啦的 就就就就拉着拖车 肯定会见死了 因为它不光是侧坡 它还是一个大慢的一个一个上坡 对这个车的动力考验非常大的 我刚才用一档手动一档 然后一千五百转 手动一档一千五百转 大家能想象吗 自动的我油门踩到底 就是说它根本就上不去 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大概前进了一百公里左右了 然后前面呢 突然有一条大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这条大河呢 虽然它的河道看起来真的是很宽 不过现在的水量并不是很大 因为河的中间呢 已经露出了不少的浅滩了 这对于我们这几台底盘里底间隙 还都比较高的硬盘越野车来说呢 都不算什么难事儿 做河头上的一定要顺着 车头顺着水的方向 不要迎着水的方向 那样的话水会灌到车里面 那样不安全 车窗户一定要打开 为什么呢 我们这是电动的 万一水一没了 车一失灵了 窗户你打不开 就傻逼了知道吧 顺着水走 不要着急 不要害怕 满住油门 轻轻轻松 好 OK 哈哈哈哈 没难度 但是呢 不要得意太早 我们毕竟离了河头 人头还很远 后面像这样的路还很多 还是提高警惕吧 提高警惕 真的是 怎么说 河流密布 是吧 河道密布 是吧 河道密布 看到果然那个河了吗 现在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但是按着这个河水一直 按着它的这个反方向一流而上 就应该可以到这个蓝苍江的源头了 然后现在按比例尺 大概来看一下这个里程的话 应该数到20公里吧 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到 国家第0例的那个蓝苍江源头的那个石碑了 走过了这段水流密布的河道之后呢 地面上就又出现土路了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离我们的既定目标 也只有大概3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了 然后这会呢 我看了一下周围 不是乌云密布 就是暴雨入住 唯独我们这片小区域里面是风和日丽 这是不是暗示着我们今天可以非常轻松又愉快地抵达源头呢 我就刚才说嘛 咱们命真好 一 这路给修了 二 今天没下雨 否则的话就这路 假如是那种路 就这种地形 下大雨 咱就抱头哭吧 这个路还好 那个 边上你要是处理一下 这个路很明显都已经是有点阴红暗了 在我们来这个蓝沧江园之前呢 我也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据说在这个园区里呢 还生活着很多的野生动物 不过走到现在我们也只看到了什么 黄羊啊 狐狸啊 和一些鸟类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动物 资料里写的什么高原狼 棕熊 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 而传说中的雪豹 兔孙等等这些真奇异兽呢 更是连半点影子都没见着 我们猜测啊 可能是因为现在路已经修过来了 而这些动物呢 又比较怕人 所以就都迁移到更加深的山里去了 哎呀 今天找这个他这个源头还真是有点明显的 还是真是从早上出发到没有轨迹到现做 然后到现在 这个心情啊真的是很忐忑 我觉得我们刚刚过了一条小的这个水条 我估计这个就是就源头的留下来的河 别着急 那个他现在这个地儿应该就在我的车 10点钟方向 你那个方向我不十分确定啊 我不十分确定 我把这个图再发大一点 然后找一下你先停车 他们应该沿着对这儿超车 就是咱们的9点钟方向 对 我们现在是在向这个水的上桌在行建啊 对 差不多 咱们离那儿应该大概500米的距离就对了 哎呀 我现在浑身都开始起起地疙瘩了 我真的是 哎呀 有点有点有点激动了 真有点激动了 因为今天能够来到这儿首先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咱们应该快到了 咱们应该快到了 咱们的方向后 我现在就得往那个点去重复吧 这边超级难道 超级难道 我现在跟这个杯应该就在200米之内 那我现在找不到它 我现在跟这个杯应该就在200米之内 对啊 怎么都不对啊 你确定在这个点对吗 是这样我是根据国家地理公布的GPS的经纬度输进去的 但是我跟你讲吧 它一共是六个数值 最后两个数值 它是直接给 莫认为是零和零了 就两个零了 等于小数点 后面那两根 它就没有没有没有 它就飘移了 有没有吧 所以我现在沿着这个上游 我再看一下 因为马上我就到头了 马上我就到头了 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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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有恐怖 因为 从后来讲 这个轨迹啊 还有带路啊 这都是我的责任 这都是我的责任 虽然说风景非常美 但如果要找不到它的这个杯 找不到这个点的话 那么等于我们这一次 或者说等于至少我们这一天 给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我们现在在这儿 现在城镇在这儿 这是我们根据国家地理公布的 这个轻微度输进的点 那么我们现在等于在这个分叉好 在我们之前设定好的这个坐标点的附近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说踏破铁鞋了 围着GPS上的这个坐标点呢 我们开车绕了好几圈 之后呢 又下车开始徒步找 但都没有发现半点这个国家地理标志的影子 这会儿大家的情绪就开始逐渐的往下低落了 不管怎么说 那我们是按着国家地理给的GPS上的坐标点 我们已经到了最 就是已经到了它的这个点的所在位置 本来刚才还挺激动的 结果现在变得又有点很失落 那个我跟那个郑哥我们俩看了一下 如果要跟那GPS点重合的话 应该是在那山上 山头上 嗯 就在那个坡上 因为我们到那边转好几圈 只有那个坡没上去 然后跟那个坡好像就差几十米 那走上去 一般人走 没有我这有个信号 我赶紧打电话 对 然后郑哥说要让给用这个玩意儿给老高来电话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是李宾呀 能听到吗 老高大哥 又断了 在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啊 手机是根本不可能有信号的 不过还好就是我们准备的够充分 我们带了一个卫星电话 现在呢算是派上用程了 李总这会儿就要用这个卫星电话 跟青海的一位老大哥去进行一下场外求援了 您告诉我一下 南昌江源头的坐标 GPS的坐标点吧 我把那个国家地理的坐标点输进去了以后 我根本就找不到 不知道是这个国家地理的数据有误呢 还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坐标飘移的太严重的问题 总之呢 我们到达的这个位置 并不是南昌江的吉富山的源头 不过好在啊 就是这个场外求援还算及时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正确的路线 趁着天还没有黑 我们先掉头返回 然后沿着这个河道一路向北 向吉富山的方向进发 海底继续往北 还在沿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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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一下你们的油量 我现在还有一半多 还有一半多 现在呢我们通过场外援助 哈哈哈哈 用微信电话连续了我们在西宁的朋友老高 老顽童 然后跟他确认了南昌原 南昌江原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现在呢按照他给我们的这个坐标 我们现在再去试一下 一定要在尽可能在天黑之前 到那个他所给我们提供的位置 再去看一眼再确认一下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要搭赢了 要不然八点钟过后天黑 那会再搭赢就滑了 在河道的旁边呢 路面上洒满了沙石 看起来啊 这边可真的是要开发旅游了 四处都是在修路 不过路面上呢 还是有很多的沟 甚至有些地方的路面呢 还是断断续续的 看来这条路呢 只是刚刚开始修 还没有正式的成形 我们现在离这个南昌江原头 我们场原路的点 还有大概五十公里左右 所以呢 因为而且现在已经是六点 已经超过六点了 战争现在正在狂奔 叫什么一记绝尘啊 拉了那小拖车啊 给那小拖车甩着呀 但凡小拖车要有能说话 但凡要有能说话 他早骂了 你知道吗 哎呀 这小拖车我有什么说什么 但凡小拖车要有能活着回 跟我们回到北京 哈哈哈哈 这太了不起了 走到这边呢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藏野鱼 这种动物呢 据说它极其善于奔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边 它们生活的太无聊了 据说一旦遇到汽车呢 它们就会主动跟你开标 而现在呢 它们就在不远的地方 跟我们对视着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 太阳已经熄斜 于是呢 我们就加快了赶路的速度 但是有句话说的没错 欲速则不达 由于车速很快 再加上各种勾勾卡卡的颠簸呢 那挂在这个级555后面的小拖车 它终于是扛不住了 它终于是扛不住了 下个简单下拖车吧 拖车可能有问题 我又能 卧槽 直接缺断了 这个小拖车呢 跟G的这个连接的位置呢 在经过一个相对来说 有一点大角度的勾的时候 被生生的给撅开了 一头趴在了地上 这会呢 我们只好先用千斤钉把它织起来 然后再去紧急的处理一下 去往后扶是吧 对对对 别人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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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晚了 晚了 天上待住了 晚了 大家一会抬着这 抬木 抬不动 你抬不动 大哥 你千斤你还倒着呢 千斤你还倒了 谁在这谁倒没 把这立了 所有人抬这来过来 127 动一下这 这一步 对 别着急 下一步 直高一点 走 那 好了 哎 怎么了 我给我坏了 这个完了 那完了 那完了彻底完了 拖别人 我来吧 我来吧 切了 再切了 我来吧 再切了 就看这机会太狠了 那他妈的 我来吧 就只有我了 OK 好 切 切不够了 一抬得 找起来吧 这还要吗 要跟工具车上 跟工具车上 好嘞 可以开脑皮马店 操 操 那比一两千多块呢 美国买的 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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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了几个人一块儿 修复了这个小拖车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给挂在了Y61的后面 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好在时间上呢 还没有耽误很多 于是呢 我们就继续向着目标前进了 我看着我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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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瞄了 估计想跟他们开标了 我先坐在那边 一趟来呗 我开标了 这哪天 看着我 看着我走 我开标了 我开标了 快快快快 我把他车车转到马路了 还超车啊 你知道吗 还横着超车 东西吐车 东西吐车 天色呢 已经逐渐暗下来了 这会儿呢 我们已经沿着河道走了大概四五十公里的路了 离源头点呢 应该已经不太远了 前面这一片呢 是典型的两山加一川的这么一个地势 这条水流的尽头呢 就是吉福山的源头点了 场外救援的大哥呢 告诉我们 这一带有两户牧民 让我们从牧民家旁边走河道去到源头点 那个我说一件事啊 因为我现在就看那底下那两户人家了 那个大哥特意嘱咐咱不要走左边上我们这个路 让走那个两个人家现在那个河流穿过去 他特意嘱咐这个路 但是用电话沟通的时候呢 大哥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具体应该从哪个点切进去 那有一条路可以下去呢 我下去看一眼吧 你们在等我好吗 好的 于是呢我就决定先自己下去摊摊路 让李总他们呢先原地休息一会儿 他好像确实是早餐 一直一直一直往里走 两个山 就是那雪山下的 这一片的山体和河道之间的草地呢 看起来像一个一个蘑菇一样 里面存着大量的水分 所以非常的泥泞 而且呢 这会儿的光线也已经很差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地形 于是呢 结果就是我的车被牢牢的陷在了泥里面 根本就动弹不得 而且呢还把旁边的牧民也给惊动了 这种情况呢 本来我应该是原地停车 然后等着后面的车来救 但是李总他们呢都在比较远的地方 而且如果他们过来找我 那同样也会有现车的风险 而且现在呢已经天黑了 如果大家都同时陷在这儿的话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呢 我只好先把三把插座所给打开 自己试一试固有固有 看有没有可能固有出去 不管怎么说 今儿晚上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你别着急 你先踏的是在车上先歇一会儿 然后呢 帮着那个谁呀 帮着那个80看着好 看一下他再下去的这个路线就完了 别着急 你别再跌吹走 听见没有太冷 4900米了 肯定大家一起攻进退 你们别走我的路过来 你们应该走我的前面 然后想把我把我拉出去就OK了 OK 你三把锁保持有车速 然后过来 然后直接别停在我这儿 开到我的前面越来越好 然后拿脚揽把我淡住就OK了 有车在我们左边右边 撤走 你们的正前方 正左 大概1点钟钟每天 不是 是作为我们的1点钟钟钟钟安 对 那1点钟钟 你们看到你们黑了把你的啾放 郑哥 我现在在你正后方 我在你正后方 正后方 但你别往前开了大哥 你先 Western 下车下车你的去看一下你的地面 咱有个人在前面走 搜到没有泥的地方 有泥的地方就得停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LC80跟Y61停到一个泥比较浅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区域 画上延长绳 反复地试着瞪了几次这个进步 OK 在这种车线很深的情况下 烂泥就像胶一样把车给死死的吸在那 而且拉的方向还有一定的坡度 再加上LC80下面的路面的附着力也是非常差的 所以这一次并没有把这个G55给救出来 天黑之后气温下降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而这会儿如果我们自己动手去挖泥的话 就会消耗掉大量的时间跟体力 说真的经过这一天的奔波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已经快累翻篇了 所以这会儿我们就决定稍微冒一点险 把LC80跟Y61两台车都给开过来 然后利用他们自身的车重去做成两个锚点 再用一个动滑轮去把G55给尝试着救出来 现在再给脚盘打一个滑轮 打一个滑轮 用两个脚盘是吗 多少用一个 一个脚盘先拉一把 这套我们是尽可能的用绳子 因为它等于现在底盘已经被我们叫蘑菇地给吸入了 我们家那天蘑菇地没想到晚上晚上的4900米 谁谁让我下这个 我得他妈的 谁说的 来我们家走 中间走 可不能走边上 大哥都在玩车一堵 LC80跟Y61两台车平行放 然后车里呢 留人牢牢的踩死刹车 然后呢 再把这个Y61上面的脚篮绕过滑轮固定在LC80上 滑轮的另外一端呢 固定在G55的车尾巴上 这样呢 动力币就相当于阻力币的两倍的一个长度了 即使呢 会有一些摩擦力的损失 但总体来说啊 也可以省去将近一半的力量 开始 出来了 在这个瑟瑟的寒风中呢 我们折腾到了深夜 这会儿几乎才算是被救出来 从拖拽出来的这个痕迹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儿的这个烂泥地 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我们所有人呢 这会儿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毕竟呢 这是在武海拔5000米左右的一个高原上啊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要给我们一些考验 反正呢 今天我们是不可能到达这个蓝沧江的源头了 不过好在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刚好是在一幅牧民的这个帐篷边上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在这儿扎营了 昨天夜里的限车跟救援呢 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不想再走这种蘑菇地了 于是呢 我们就观察了一下 昨天我们走的那条路呢 一直是通往里边的 反正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先去那条路试试 实在不行呢 我们再反过来 老话真是说的没错 听人劝吃饱饭 大哥呢 不让我们走这条路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前面没路了 这路好像塌了 我们只能从那放下来了 要不然就还得回去再绕一个特别大的圈 其实看下来也行 路侧这个坡大概能有 三十多度 能放下去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面上有很多草 还有很多碎石 一旦打滑 那有可能直接就出了到底了 如果你打方向 那有可能就翻车了 所以我们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就留一辆车在上面 让它去用脚盘缆 把我们给放下去 来吧 好刺激哦 总之这是一种最保守最安全的方式 这种坡其实这台车可以自己下来 但安全起见 不要去冒那种没有意义的风险 既然有脚盘 既然有这种延长绳 就用就OK了 我先把车开下去 80等一下也要被放下来 这个G呢 用缆绳给放下来 之后呢 感觉这个地面的附着力还行 草垫呢 也并不是很滑 于是呢 我就喊 Y61还有LC80让它们直接自己开下来 从这个下坡到河滩啊 中间总是躲不过去这个蘑菇地 这种蘑菇地呢 实在是太致命了 即使像李总这种能够依靠地形和地势 分辨出路面情况的越野老手来说呢 也是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不出任何问题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尽量要沿着左侧的山体走的原因 首先呢 是能够尽量的减少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个破坏 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限车的几率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呢 就是山体的边缘呢 会有那种落实的可能性 所以千万不要停留 一定要尽快的通过 这种地形呢 就是因为它等于水啊 它等于它存在这个草里了 所以呢 这个就非常的粘 非常的容易限车 如果假如说呢 那个我们要是说 它走着这个顺着这个山脚底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都是那种 山上滑下来的这种风化石 那么它相对来说 它就比较好走 就比现在我们走的这个路要好走 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顺着这个西流往下游走 一直到这个主干的这个河道上面 那么它有好多的石子 那个就会天然形成一种潭湿路 也也非常好走 离这个源头呢 越来越近了 这儿的水流呢 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弱了 但相应的水流冲刷下来的大量的碎石呢 也成为了最后一道对我们的考验 不过相对来说 就是相对于刚才的那些蘑菇地来说 这些呢 就都是小挑战了 对于我们的车辆呢 根本也构不成威胁 只是这些尖锐的碎石片呢 可能会对轮胎造成一个潜在的危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这种MT轮胎 来到这种地方越野的原因 经历了走错路 脱车损坏 再加上黑夜里限车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艰难险阻之后呢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胜利的曙光了 前方的这个小山坡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击地了 蓝苍江的吉富山源头 这个小山坡附近呢 有一些石碑 有的是爱心人士里的 有的是科考队里的 不过呢 国家地理的这个标志点并不在这 似乎呢 是在更往里的一个位置 不过车已经是开不上去了 看来呢 我们只能是顶着这个呼啸的山峰 靠我们的两条腿爬上去 去寻找这个国家地理的标志点了 老板再用 加油 太慢了 这边 来 这边有包包 怎么回家 怎么回家 哈哈哈 怎么回家 加油 加油 牛皮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我大喊大叫 会不会从上面往下吊石的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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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河园我们给幸运的网友都打了一些黄河园头的水 在蓝沧江园头当然也不例外了 不过有一个小疏忽 就是我爬到这个园头的时候忘了拿那个小瓶了 所以我就决定拿这个挽一大盆下去 然后灌在小瓶里 然后看谁能够幸运得到这个蓝沧江园的水 ok 这么多够灌了吧 肯定够灌两瓶了只多不少 走吧 咱们 希望我们健康一切顺利 希望观众们健康万事顺利 我们脚下的这个吉富山的溪流呢 跟南面的果宗木茶山的溪流汇合之后呢 再汇合一些小的水流就形成了扎厄曲 扎厄曲呢 跟扎那曲汇合之后呢就形成了扎曲 扎曲呢一路又吸纳了很多小的支流之后 直到西藏的昌都市的时候呢 它才真正被称为蓝沧江 蓝沧江呢 在一路继续向南 从云南的西双碗纳流入缅甸 东南亚人呢管它叫做湄公河 在太语里呢是种水之母的意思 然后呢它再经过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一江川六国最终流入南中国海